歡迎回來 今天民意黨黨主席的選舉 現在本來預計5點鐘 才會開票截止的 現在已經開始在開票了 他的得票數 雖然只有一個人的江湖 一個人選 得票率會比之前 更低嗎 左隆太內屆 這代表著他接下來 前進2024的正當性 或者民意的支持度 那麼但是在隔回的部分 奮戰還沒有結束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蘇貞昌來跟他做搭配 黨主席居然當上了 總算這個在政務上面 也要有可以協調的對象 那麼張善政 他過去在查所謂 八年七大案的時候 結果張善政傳出來說 很不滿被拿來記起 桃園五大案馬上開打 要來拚清理戰場 為什麼 拿一個停水缺水 本來是經濟部的事 把他通通丟到地方上來 這就是因為鄭文燦的人馬 刻意操作 好像沒有了鄭文燦 沒有了五星市長 桃園就要缺水了 是這樣嗎 這個是為了入閣而造勢嗎 那麼當然張善政 找了李鴻遠來針對幾個大案 竹尾 漁港 平鎮 地下 停車場 這些地方 總體檢包括桃園的新的總圖 八德的國民運動中心 有沒有機會能夠有一個 比較真的真相 或者是真的有一些狀況 在裡頭可以客觀的檢驗出來 那麼當然他說 不會像前台北市市長 柯文哲一樣 這個當然宜萱說了 用政治操作把五大弊案打成五大案 那當然後來好像也沒有什麼成案就是了 所以蘇貞昌這兩天很忙 一般如果說看守內閣的話 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會比較謹慎的在運用這些 尤其是預算的問題 但他這兩天不是 他大撒錢 兩天砸了358億 今天新的當然對我們相關的居民來講 是好消息 西東縣核定了之後 匡立了278億元設計發包 而經費暴增八倍的 以前鎮渝港 在高雄很暖的給他送暖的陳其邁 立刻給了多少 本來只是要3000萬變成10億 結果現在去追加成80億了 這個錢開心花隨便花 那先前包括高鐵延伸線等等的 其實在這樣的隨口開的支票或贊助款裡面 專家職批是糟蹋專業嗎 這算用在刀口上 但是在對於蘇貞昌來講 這兩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那麼連花蓮人要回鄉 都出現很大的困難的蘇花公路坍塌了 這一坍塌不是連軍艦都出來 要幫忙運送這些居民 或想要進出花蓮的人嗎 蘇貞昌院長是隔了70個小時之後 他終於去了 那麼比較像哥道維是不是 就是說他已經是搶通了差不多的時候 才到現場去視察強災的情況 那麼同時當然趕得先去投票 投完票才去視察 投票比這個災情嚴重 是對他心目中的優先順序是這樣 而現在搶通之後 可能就只能開放一天三個小時 其他時間又沒有辦法開放 對於當地的民眾來講 影響會有多麼的大 那麼當中間7個小時 70個小時時間在忙什麼 看到他說他酸到高雄去 然後酸有人私下偷偷掃手 公開你要挺我 私下掃手不好 或者是他在開畢業餐會 還是在宴請隔園拉拉手 包括了跟陳吉仲 吳釗燮 王美華都現身在 圓山飯店的宴會裡頭 所以當這些現象在發生的時候 華航繼續發生了一個 大家很關注的新聞 除了之前內政部署 我們2300萬人的個資被拿去網路上賣 現在連華航的會員資料更詳細 包括了詳細的個人Email出生年月日 這些個資的資料 通通被駭客給入侵 政商 明星 個資外洩 其中包括了賴清德 張忠謀 郭台銘 吳釗燮 志玲 小S 通通都有 這裡頭的資料因為很細 包括Email手機跟出生年月日 更會讓這些會員人擔心跟緊張 駭客這邊的揚言是說 華航其實不肯承認各自外洩 接下來還要陸續公布 入侵入境華航的系統 要告訴大家什麼呢 顯然他只是針對華航 不肯承認各自外洩這件事情而來 到底要什麼 現在大家還要觀察 而民航局已經說到介入 立刻要求提出改善報告 然後政府機關還能做什麼 天才IT大臣又能夠在數位安全上 做什麼嗎 那麼唐鳳這幾天 我們昨天就講了 他出訪到立陶宛去 公開的在外國的媒體的訪問 路透社等等這些媒體 上在訪問的時候就說 台灣現在在前線 我們很重要 我們要幫助烏克蘭幹嘛呢 做數位的戰後重建 幫他們做基礎建設 但是他也要幫包括烏克蘭立陶宛 也要做數位的合作的網絡 幫他們建立起來 我們有真的這麼厲害的嗎 我們當然只在問說 怎麼樣可以避免 因為個資被洩漏 而害我們被詐騙 民眾很恐慌很害怕 那你光這個最基本的要求 都做不到 政府機關的網站 有沒有辦法不害 不被害 沒辦法 然後這個 這麼高預算成立的一個數位部 大家都在說 你要不要先幫助我們台灣人 你講的要去幫烏克蘭人 烏克蘭會買單嗎 不管你這個時候會理你嗎 還是說你給錢 我們自己來處理 其實這個顯示整個政府的施政 在一個不是民眾需要的情況之下撒幣 那麼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卻又看不到伸出任何元首 丁哥 我覺得你去 現在去講幫烏克蘭戰後 建數位基礎建設 請問一下我們台灣自己的 數位基礎建設建好沒有 我們自己如果都沒現好 去幫人家建什麼 而且更好笑的就是 烏克蘭這場戰爭 什麼時候會結束 他哪來的經費 誰曉得 這些根本虛無飄渺的事情 你現在去談談這個幹嘛 更何況 烏克蘭跟我們連邦交都沒有 他一直跟大陸關係比較好 你是搞不清楚狀況 如果你要講中共同路人 烏克蘭是標準的中共同路人 那你去幫助中共同路人幹嘛 我也搞不清楚 我們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實在是不懂 華航這個事情其實很嚴重 因為華航有300萬會員 這個駭客是宣稱300萬會員的個資 他已經全部掌握在手中 而且他的分批每天不斷丟一些出來 然後華航就死不認 一開始說沒有… 那個格式不一樣 那個跟我們掌握的資訊不一樣 人家就每天公布給你看 那你華航還不認嗎 那民航局只是要求改善 那你到底在幹嘛 這個東西要趕快去徹查 副總統的資料都被公布 這不是國安問題 你們都沒反應了嗎 如果連一個主持人 去問蔡英文總統有沒有揚過 你們都要這麼緊張 這個你還不趕快去查 還在那邊粉飾太平 到底在幹什麼 那蘇貞昌 我覺得他很明顯的 他就是在保衛他的隔魁 他就是死不想下來 所以用盡各種方法 正常來說 你一個不管怎麼樣 不管蘇貞昌會不會留任 內閣本來就勢必在 年後要大改組 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核發這麼多的預算 是不是莫名其妙 這本來就應該要留給 下一任內閣去處理的 就算是你留任 也應該你下一任再說 那你現在這麼短的期間 真的能夠劈啪突然發這麼多東西 那我要請教一下 很多人說他有效率 那請教一下 過去這麼多年你又在幹什麼 你為什麼之前不合發 一定要等到最後飛一秒鐘 才要合發 這不是在做人情在做什麼 那至於你們這邊質疑說 蘇貞公路在搶通 有70小時你都不去看 他不去看是對的 他去那邊 你知道蘇貞公路就那一條路 他如果再去的話 那邊一定是超級大打擊 他還人力無力 對 不要去是對的 他現在去我都覺得錯 那邊搶通跟你有什麼關係 通就通了 通了你就讓他趕快通 而且現在只是半通不通 現在他們以後是 就是今天搶通之後是半個小時 那個從北往南 半個小時從南往北 就恢復到30年前 我走蘇貞公路那個時代 那個樣子 然後他還慢慢繼續去通 所以這個是工程的東西 不懂的人就不要去 去了老實講蘇貞昌懂什麼工程 他去能夠看出什麼東西來 你行政院長能夠播 就是播人力物力 他需要什麼資源提供給他就好 根本不要去搞這些東西 但是蘇貞昌最近動作做的 真的太難看 而且直接名講 講說像陳其邁這樣子 支持我這種才是對的 你們這種偷燒手的就不對 他的意思非常清楚 不要偷燒手 不要扭扭捏捏 全部站出來挺我 留任 對 告訴蔡英文說 就是我要留任 蘇貞昌現在意思就這麼簡單 但是拜託院長 不要用什麼偷燒手的比喻 偷燒手通常是一種性暗示 這個其實是有點怪 我不知道你跟他之間是什麼情節 重點是蘇貞昌現在擺明了 他就是要留任 那蔡英文你要讓他留下來嗎 其實我是很高興他留任 我相信委員大概跟我看法相同 最好留任 高度支持 對 一個都不要跑 而且把林之間一起納入內閣 拜託你 鄭文燦 林之間全部納進去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完美的內閣 才是民進黨2024的戰鬥內閣 委員怎麼看蘇貞昌最近的動作評評 蘇貞昌的心思 被韓濱兄給摸透了 不過他至少每一天都有領薪水 所以每一天都有做蓋座的事 他只是有些做得很Over的一點 比如說陳其邁稍微讚美他一下 他馬上給他80億 前陣移港大改建 可不可以蘇貞昌我講你好話 我跟韓濱講你好話 我內府南港還有很多建設要做 可不可以要個80億來 所以我是覺得蘇貞昌有時候很搞笑 我覺得滿有喜感的 至於這個清水隧道 他去看應該可以 但是問題是他應該更積極講說 那我好 我開通第二個隧道 我花多少錢來改善我蘇貞昌公路的品質 不能說今天踏了 你怎麼知道下一次不會踏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對於唐鳳是很有意見 因為唐鳳給我們大家最大的貢獻 是在疫情期間每一個人都要少QR Code 這全世界最大的QR Code 就是他搞出來的 很好笑 然後簡訊費用 然後電信一直好開心而已 他在民進黨的角色 就是到民進黨去外面吹噓 我們一個第三性的人可以當IT大臣 好吧 就算是一個加分 那問題 你這IT大臣 不管從你的能力 你的成果也好 在全世界時候搞IT的 你跟水準都不及格 你搞了什麼東西 那人家問你說這裡 還包括內政部的護政資料外洩 問他結果怎麼樣 你說華航是民間企業就算了 你內政部的外洩人家問你 那個不歸我管 數位不成立的目的 不是就是為了所謂 什麼國安就是什麼數位安全 結果搞了半天 我們不在最前線嗎 這個出問題也跟你無關 那個出問題也跟你無關 只有什麼 只有去賣面的平台 外送平台跟你有關 算了吧 關門算了吧 國民黨如果再回來執政 這個就關門 這什麼部 他還把那個什麼國科會 那個什麼變成一個委員會 把它升上來當部 我不曉得蔡英文怎麼會這麼喜歡他 搞出這麼荒唐的一個部會 找一個這麼荒唐的人 如果這個人是天才的話 那北京中關村隨便馬路上一抓 至少有數百個天才 我要對張山正說幾句話 我是山正兄 你好不容易當上桃園市長 這個要特別注意 你的政治問題的處理能力 在這一波裡面受到很大的傷害 那你不能怪你的敵人攻擊你 是你的部隊本身有問題 你的反應 你的部隊要不加強改善 下一波的攻擊力道會更強 何況當鄭文燦變成你的長官的時候 你會瞧一瞧排山倒海的壓力有多大 照道理來講 你身邊也很懂政治的蘇俊斌當副市長 那你自己雖然以前比較沒有涉及到 政治上的攻防 這個時候你就不要再去犯這些錯 什麼三星班內自己一個人開車去看現場 你不會打斷給你的警察局長是不是 把所有的副市長通通從床上給我疊起來 要看著去現場看 而且你要馬上去做什麼 政治上的防衛工作 那老百姓沒有誰的時候 中央沒有誰 你就趕快叫消防局趕快去調車 這是你該做的事情 你一方面可以推給中央 一方面也要把這個市民的東西做好 那你這一次是受到很大的傷害 別人睜著眼睛看你鬧笑話 所以這個桃園市要保衛好 這是你很重要的責任 李萱 其實我覺得數位發展部 現在其實都不務正業 他應該你看他來做這個外送平台 這個根本就是外送部門 那他現在去講說 要先救烏克蘭的數位基礎建設 那根本也是外交部應該要做事 他去搶別人的事情做幹嘛 那所以現在我們看起來就是說 他沒有把真正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台灣有2300萬的個資外洩 我們從烏克蘭的烏爾戰爭 來學到的教訓是什麼 俄羅斯在資訊站上面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還有很多的這個駭客攻擊 去盜取所謂烏克蘭裡面的 這些個資 那這是會影響到彼此之間 戰爭的一些過程 那我們現在竟然有2300萬的 個資是外洩的 你可想而知 如果我們要從烏爾戰爭當中 學到教訓的話 那反而應該要趕快把資安的工程做好 怎麼會現在去做這些什麼外送平台 去做這些什麼 要展現外交的友誼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完全的不服務正業 200億的預算 對 我阿米索還要你教我什麼點嗎 我覺得人民 你要做這些事情是可以 但是人民會產生一種很奇怪的想法 是我們給你這麼多錢 結果你好像把他打到水裡面去 尤其大家對所謂IT大臣唐鳳 是抱以很大很高的期待的 可是你看到現在他卻做不出成績 那為什麼會不務正業 就是因為他找不到方向 做不到該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在那邊 去跟大家講說要救烏克蘭 那真的要先救台灣比較快了 而且救烏克蘭人家買不買單 所以我在想說烏克蘭現在跟其他歐美國要要的是